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在三个礼拜之前全球股灾的时候 许多人以为说美国联准会很可能会把月底 十月底的时刻的量化宽松政策 也就是继续的延长 不见得会立刻的终止 但是事实上了解联准会长期政策的人都知道 这样一个猜测不可能实现 美国联准会从过去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 它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No surprise 没有意外 稳步的逐步的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十月三十一号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划下据点 这个因为这一次的金融海啸 所实施的人类史上最大的货币实验 也最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划下了终点 而划下了终点的时刻 美国的经济正式恢复了很大的成长 根据美国商务部在周四所公布的 经过季节性的因素调整之后 第三季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折合增长率是3.5% 而且这是在国内消费跟企业的支撑下都持续的增长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使得美国联准会结束量化宽松政策 毫无任何的犹豫 并且发表了一个意外强硬的声明 这意外强硬的声明 第一个就是就业市场的忧虑减轻 第二个就业市场的看法越来越正面 那么QE一旦结束之后对全世界当然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资金浪潮将会退去 也就是过去美国印了很多的钞票 这些钞票呢 刚开始是注资美国的摇摇欲坠的银行 接着就飞向了全世界的商品 那么因此呢 像巴西像南非就享受了短暂的荣景 还有包括像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 但是呢 这些钱慢慢慢慢收回来之后 这些资金热潮就会慢慢的回到了美国 钱一步一步收回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金浪潮退去 凡是经济体质不良 他们称为叫裸勇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靠热钱涌入 而拥有很高的一个股市表现的这些国家 很可能就会它的危机一一浮现 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刻 全球相当担忧 那么美国一旦退出 全球经济会如何 就在美国退出的同一时间 中国其实也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欧洲从11月开始已经也开始购债 也就是属于欧洲式的量化宽松政策 而日本央行在周五的时候意外宣布 也属于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always the king 也就是美国呢 永远是最大的赢家 而接下来就是美国明年的升息 这个升息将会是过去这一段时间 因为金融海啸所形成的一些泡沫化的资产 很可能会出现相当危机的状况 是历史的巧合 今年的10月29号 是经济大萧条85周年纪念日 也是在这一天 美国联准会的量化宽松政策QE 正式退场 一切全部按照联准会前任与现任主席 波南克和叶伦的剧本走 从今年1月起 QE购债规模逐月缩减 可欢有节奏的 让持续了6年的QE计划 在本月底划下据点 没有意外 没有惊奇 这一场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 其功与过尚无定论 但各界几乎已达成共识 当年波南克大胆的行动 在2008年金融海啸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刻 稳定了军心 人类因而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 You know, it really is stunning But I remember, you know, these last six years it was a wors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t was depressing, but it was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is important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really don't know And have a context for what it was lik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But it was stunning I mean, you know, the kind of ravages This is not good But it prevented that from recurring 回顾2008年9月 同年11月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 买进包括房地美和房利美在内的房贷抵押债券和公债 两年后,2010年11月 再推出第二轮QE 买入9000亿美元的政府公债 2011年9月 联准会祭出扭转操作 目的是压低长期利率 2012年9月 QE3问世 每月购买850亿美元的抵押债券和公债 今年累月稳步持续购债 把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膨胀到不可思议的4兆美元 为了再次启动经济引擎 联准会打算挹注大量资金至金融体系 让银行把钱带给企业和消费者 进而创造就业 复苏经济 QE并不是柏南克首创新力 但他却把这个非常规量化宽松措施 发挥到极致 2012年 这位联准会的前舵手坦诚 由于没有潜力可循 他也是边做边学 从各种数据来看 量化宽松的最显著成效 就是让股市沸腾 随着联准会印制的钞票涌出 股市高唱凯歌 自2009年3月5号的最低点 6599涨到2014年10月31号的历史最高点17390 道琼足足翻了1.6倍 不但回复危机前的水准 更连连缔造新高记录 对很多交易商来说 都是千载难逢的投资良机 股市从谷底翻扬 经济成长则似乎颠簸得多 2008年第四季 也就是金融海啸爆发之初 美国GDP暴跌 幅度超过8% 此后成长曲线忽高忽低 2011年间甚至引发二度衰退的疑虑 然而比起欧洲和日本 美国的复苏进度远远超前 部分经济分析师认为 联准会的QE政策 确实发挥了震衰起弊的功效 最新公布的第三季 GDP扩张幅度更达3.5% 极为耀眼 至于联准会十分关注的就业 也有长足的进步 失业率在2009年10月 达到10%的高位 2014年9月已降至5.9% 是2008年7月以来 首度跌至6%下方 不过联准会前主席葛林斯潘 则认为QE对提振实质经济效果有限 他指出联准会的买债计划 在提振资产价格上极为成功 却并未替实体经济激发出有效需求 部分经济学家也担心 一旦QE退场 流动性紧缩再现 资产价格恐将崩跌 届时新兴市场恐怕受害最深 在QE热钱泛滥期间 聚而资金流向新兴市场 推高了金融资产 不动产和原物料行情 但QE一开始收散 也立刻戳破新兴市场的荣景 联准会在最新的声明中 强调美国经济稳步扩张 却略而不提近来金融市场的心头大患 包括欧洲恐陷入通缩 和强劲的美元汇率等疑虑 这或许和近来美国经济走势 独强不无关系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 10月初公开表示 十分看好美国长期经济前景 不外是因为美国始终展现出 强大的创新能力 因而拥有卓越的成长潜力 创新 这是美国复苏的一大推动力 苹果公司的iPhone 特斯拉的电动车 Google 亚马逊和脸书等等 分别在专业领域中各善盛场 创造经济价值 此外 页岩器和页岩油革命 使能源价格和发电成本大幅下降 推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拉高了竞争力 美国另一个领先群伦的创新 便是大数据 有人形容它将是一场改变规则与竞争力的资讯革命 创新 能源 技术 面面俱到 美国经济长期复苏可期 进入后QE时代 资金盛宴已经反停 投资人接下来的焦点将锁定升息时机 联准会依旧本着尽量不惊动市场的前提 目前市场预料 联准会可能在2015年6月9月 甚至更晚以后升息 不过一般的看法是 在利率真正开始走高之前 市场恐怕免不了会进入震荡期 至于葛林斯潘预言 苦日子要来了 是不是言过其实 就留待日后出炉的经济数据加以验证